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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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宫继位不久 周王室有发生王子代篡权之乱 周湘王仓皇出逃 当年周游王风火系诸侯一呼百应 而今的天子却成了诸侯手中一块烫手的山药 然而对于霸业在凶的晋文宫 这却是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天赐良计 没想到周湘王因为他弟弟王子代篡权夺位 逃到郑文宫那去求援了 天子蒙难出居臣下犯地 臣实在不安 有劳你们君臣来看 天子必居于此生活有所不便 衣食用气是否有缺 臣下略备一些日用之物 进来献上 来人呐台上共募 不古日用所缺事小 现出居于此已经六个多月 不知何时能返回京都 心中着急呀 正国立不足 不能互送天子回渡 是啊 天子少待放心 我正国虽力不足 靖国秦国 可是当今的强国呀 但愿素来扶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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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君 再往前走 就要进入晋国的和尚地区了 大军是不是先在此驻扎极致 带称到晋国向崇尔通报一声 然后再继续前进 秦王保驾 乃代天行事 难道还要向谁通报吗 走 你记下 十七年 王出奔于正 历时六月 无人秦王 写 请天子恕罪 为臣只是个四人 不是史官 擅自图写历史 罪在天中地灭呀 你是说朕 擅自图写历史吗 为臣不敢 为臣不敢 那就快写 是是是 启离天子 秦国的军队已开进晋国的和尚 他们扬言要平定王室之乱 护送天子 返周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当年 不就是秦国的先祖 护送周平王东迁的吗 哪里哪里哪里 寡人要亲自为秦伯 记上一笔功劳 总算是有人管闲事了 管闲事 只怕他西边的秦蛮 要管天子的闲事了 南边的楚蛮 还不一定答应 只怕是西蛮南蛮 要管闲事 中原的崇尔还不答应 若能秦王保驾 送天子返回承州 对我这个六十多岁 才当上国君的人来说 实在是为中原称霸的 好时机啊 他秦伯连整招呼都不大 就率兵借助和尚 是想以恩人自居 插足宗原 根本就没有把国君放在眼里 话虽然说 但对秦国我们可不能以怨报德 这样不仅将失信于天下 而且还会树敌于背后啊 这既不想与秦国结怨 又不想让秦国称霸 难哪 陈月率兵到和尚阻拦 带兵而去 秦境必然交战 万万不可 赵崔 陈寨 你能不能不但一兵一卒 用自己的舌头 拦住秦国的千军万马 臣只身一人 对 你 知身一人 必臣赵崔 拜见秦伯 快快免礼 臣是奉命而来 有何建交 敢问贵国挥石东晋 是不是为了护送周天子 从而也知道这件事了 周王室与我晋国 原本都是畸性的后人 乃为同性 如今天子有难 理应由晋国为前驱 若劳失贵国 而毕国却袖手旁观 这岂不是对天子的不忠 再说 去年重而回国 曾返劳贵国出兵护送 此次 若能替贵国护送周天子 这也可以报答国君的相助之恩 这么说 秦国为重哪卖力还可以 要是为周天子效命 就没资格了是吗 岂有此理 国君 秦王保驾来各国诸侯分内之事 我看谁敢阻拦 正是毕人 将军息怒 毕国要护送周天子 这不是重而的独断专行 可是授权于贵国国君 寡人 国君不会忘记 在去年的送行宴会上 曾经为重而 吟送过六月吧 当时 你不是把重而 比作辅佐周宣王的 银姬府吗 是啊 寡人 是银送过六月 可寡人 是想让重而 像辅佐周天子那样 对待寡人哪 毕国将遵照你的重托 去郑国护送周天子 臣策来通告 臣愿秦尽之好 万年永存 请计乃 民众 将军 请计乃 六月七七 荣车 三月七七 荣车 今生我夫继承三十里 忘与出征一朵天子 你这个宠人可真是一个中一手心的人 他把别人打了 还要让别人笑 晋文公靠赵崔的舌剑和晋军的长歌 雀勤军平周乱 周天子为世感激 将杨凡四成化归晋国半途 尊王大齐到手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借他号令诸侯了 夫君心里有郁之情吗 是啊 我想起当年陶王在外的很多事来了 都快十年了 这位坟上的树也该长高了 即将临死看我最后一眼时 我还在冥定大罪之中 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 曹国大夫西夫记吗 怎么不记得 那时曹国的国君曹公公 听说夫君是重同病类 就非要让西夫记大夫把你请到宫中来 想当众让你脱下衣服 好让他们看看新鲜 西夫记大夫冒着杀头之罪 把你留在驿站 临送你们离开曹国之前 还特意在肉汤里放上玉壁 以做路途之用 是啊 姿姿 要是打下曹国 我一定要当面重险西大夫夫 怎么 国君要去打曹国吗 对宝京人生沧桑的禁门宫来说 这既是一次征伐 又是难得的故立重有 五路 当年岂石得土的情景 仿佛历历在目 出席 是 起来 我不想去 欢迎 请 儿啊 见不见过两位老龙啊 一个长着白胡子 一个长着花胡子 哦 知道 一个是我爷爷 一个是他爷爷 那他们现在在哪啊 他们和金光打仗去了 那么大岁数还去当兵 他们不去 我们就能去 那他们现在呢 我爷爷也死了 他爷爷也死了 不如来不返之地 传令 挨家挨户他 送粮送咒 遵命 国君 魏侯魏大夫宁术抓到了 走 国君 禁卫两国可都是同姓 万万宽恕啊 你还记得禁卫是同姓啊 可当时寡人到你的魏国城下时 你却一言不发地把我轰出了魏国 万万宽恕 万万宽恕 虽然不同姓 看在楚王的面子上 宽恕我吧 看在楚王的面子上 前不久 小女刚刚嫁给楚王 那就最佳一等 启禀国君 曹伯代道 曹伯代道 奇大夫 unt地 家中可好啊 还好 还好 大夫有何隐情 尽管讲出来 醉沉不敢 胡毛 你可按照寡人所说 保护了西夫及大夫的 家是个财产 这 那好 西大夫 请免我到你家去 提名国家兵 因为臣管教不严 部下将西大夫的家 给烧了 你 西夫及大夫 当年精心维护这寡人 对寡人又进食增庇之恨 寡人出政前 一再定义 为何还要被护死命 来人 将昭氏部下斩杀 将护木将军 革职 国军 国军 却不可因为罪臣而伤手足功臣 胡毛 你知罪了 臣随军出生入死 纵有差错 在国军眼里 也不至于连一个阶下囚都不如啊 早知今天如此 不如当初像戒子推一样 让一把神火把我烧死 国军 国军 胡毛 你竟口出此言 难道你想治国军于死地吗 怎么 你想杀了我吗 来吧 哥哥 你 慢 胡毛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西夫妻大夫 是没操过臣子 反能遇见到今天 你虽寡人多年 历经千辛 难道就看不到明天了吗 明天 明天怎么了 齐桓公的霸业 已成为昨天的事情 明天遇成霸业者 不但在于用武 而在于取信于天下 你懂了吗 你用山火烧了自己 寡人之痛是一员爱将 可你的士族烧了 西夫妻大夫的家 寡人 将痛是一天下 你懂了吗 臣 我懂 你懂 懂 我 你 本相宽恕你 等你寄出此言 那就革职不用 革职 臣 心悦 尝福 但是 我只求国君 能允许我留在你身边 充任 一尽士兵 寡人 寡人 有你这样的士兵 何臣天下 古猫 为西大夫重建府院 多上财物 是 枪 谁呀 罪臣 三生不忘 国君 恩 静静 既然恢复西夫妻的财产地位 管人也应恢复军位了吧 你 把他拉出去 让曹国的士兵 每一个人数一数他的骨头 大王 大王 军夫已经被禁军俘裸了 你可要救救他呀 崇尔已经派人来说 只要子豫撤出宋国 他就撤出魏国和曹国 大王 那就撤兵吧 军夫的性命已经难保了 别这样 别这样 魏洋子豫从宋国撤出来了 提禀大王 魏后曹国因为急于恢复自己的军位 不但依附了静国 而且还派人来转告 已经与我们楚国绝交了 那 静国呢 静国联合北方大国齐秦加上宋国 四国联合发兵 我们平常要和我楚国决以死战 favorable 什么 这不可能 寡人有恩冲儿 冲儿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大王 就让臣领兵法禁吧 倘若不能恢复魏曹两国 臣愿意死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子豫违背了军命 并没有从宋国真正撤兵 大王 你一夜之间就让晋秦齐宋贝朝都成楚国的敌人 你要宣寡人 与水火之中吗 大王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呀 今日天下 大王 成霸业者 非尽基楚 大王 冲儿历经十九年磨难 动明事实 深得人心 如今 晋国日盛一日 如若与智卫战 必败无以 不 大王 臣没有遵旨撤兵 于是死罪 大王若不让我领兵伐禁 监公折罪 那 臣愿现在 就死在你的面前 晋文公迫使曹魏两国与楚绝交 也是为了进一步激怒楚国 骄狂好胜的楚国主将令淫子玉果然上当 他不顾楚城王反对 率领着包括 郑许陈蔡在内的楚国联军 凶凶而来 晋军则以齐秦宋国为后援 严阵以待 两军对峙 大战一触即发 也许老毛深算的晋文公 在当年流亡楚国时 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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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国军在楚国的宴会上和紫玉的对话吗 记得 如果崇尔得以回国 自当历经图治兴盛设计 倘若不幸 进出两国兵戎相见 崇尔当退避三社 假如公子退避三社 我王仍遇于公子争高下呢 崇尔指得左手之功右手搭剑 与军周旋了 与楚军相遇 敬军自怨后退 九十礼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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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的地劣 我得到你走 我得到你走 咱们别跑了 好像咱们都怕什么出国似的 就是 咱们跑什么呀 再这样跑 都没心思跟出国人打了 要么打 要么投降 反正我们不愿意老是让人追着跑 就是 一路上老百姓都在校长 多丢人啊 赵飞 我现在军心不稳 千万不能再添乱了 将士们 我们军国人 能在楚国人面前推全吗 咱们的国军是谁 是历经苦难 如果储君还要紧追不舍 到那时候我们打起仗来就更加理直气壮 你们说 这难道是怕他自愈吗 过是 咱们连退三社 难道不正是对楚军的挑战吧 是 禁军 禁军一退再退又退 实践了当年崇尔 欲储君退币三社的诺言 三退而至 最后在卫国成途扎下大营 最后在卫国成途扎下大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 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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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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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寡人做了一个梦 帮你处啊 将寡人摔倒 牺牲寡人的脑子 这个梦 不急啊 民事开战 不利 不 此梦 打击 郭君 倒在下面 是面对上苍 是得到上天的帮助 楚王 趴在上面 春面朝下 是在向郭君低头 吸水脑汁嘛 那就是楚王 将败于国君的智慧 我心里 有些担心 万一我们失败了 别说当不成霸主 就连整个中原的猪猴 都听他出国的了 我心里 好像有个蜘蛛王 越想摆脱他 就越是死缠着我 当然 我晋国 尚有大河之线 太行为平 正在失败 休养生息 可惜 还能再做几次拼搏 可惜 等不到这个机会了 郭君 郭君 赵翠 他的手在抽 快帮我 快 茫茫玄夜 清早起起 快 把我在五路 留下的土 给我 给我 快 帮他 保佑我们吧 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四月 魏国成湖 一个血色清晨 春秋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 拉开了帷幕 比赛 天赫 清术 平衡 ンパ 万条 走 左转西宫二十八年 下四月勿沉 敬侯宋宫 齐国归铺 催妖 秦小子硬 赐予成佛 吐师废席而胜 敬侯幻之 子半月 战也 战而结 必得诸侯 若其不解 辽里山河 必不害 敬车七百胜 贤饮央伴 敬侯登有身职居 以官师 愿 少长有礼 其可用影 遂罚其目 以意其兵 己四 敬师陈于深北 虚臣以下军之所当陈蔡 紫裕以若傲之六祖降中军 愿 今日并游尽矣 紫西降左 紫上降右 虚臣蒙马以虎皮 先犯陈蔡 陈蔡奔 出幼石窥 虎毛射二配而退之 鸾枝是渔叶台而尾盾 楚师持之 圆斩 西针以中军公足横击之 虎毛图烟 以上军加攻子系 除左师馈 楚师半计 禁师三日环谷 作王公于剑谷 现楚服于王 四界百胜 吾兵前 王令隐氏及王子虎 内侍书行谷 策令禁侯为侯伯 禁侯三辞 受侧已出 吾兵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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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是 辛苦了 是 你知道楚国的 规矩吗 失败者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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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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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